记者陈千秀斜线综合报道 52岁日本女星哭至荣美,哭 罹患舌癌,2月时接受手术 切除了60%的舌头保命 没想到15日发文又发现癌细胞 我住院了,这次是食道癌 她在80年代宏集一时 患病后坚强对抗病膜 这次在住院受到全国关注 哭至荣美患舌癌,手术出院半个月 又发现罹患食道癌 哭至荣美在部落格发文 透露前次住院时照胃镜检查 发现食道有肿瘤,经过切片检查后 在4月4日确定是食道癌第一期 同时说,这并非舌癌转移或是复发 但是都属于扁平上皮癌 由于完全没有症状,她也非常惊讶 并决定4月16日接受手术 哭至荣美公开自己离癌的心情 我住院了,这次是食道癌 涂鞋线翻射自部落格鞋线枯至荣美 发现离食道癌的枯至荣美心情沮丧 但是丈夫则乐观说因为有做检查才发现 真的很幸运啊 如果再晚一点就不会发现了 自己也深感安慰 他表示手术时间 只会花30分钟到一小时 住院一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同时也希望借由自己公开病情 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 哭至荣美2018年7月发现舌头下 方有白点浓包 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破洞 没想到越来越严重 就医后确诊是 罹患第四起口腔癌 他在2月底接受手术 切除60%的舌头 手术时间长达11小时 后来3月26日出院 没想到